大家的男朋友近日捲入校报事件 爆料曝光后 经纪公司火速发了声明 尝试捍卫男祝贺形象 对于爆料者绝不让步喊告 事故一天后出现反转 韩网又再度挖出 过去有自称是男祝贺同学写下的文章 揭露了他在学生时期的真实样貌 因为男是篮球队 当时踢了个大平头 大多时候都在练球 就算有来上课 大部分也都在睡觉 大家几乎都不认识他的说法 由于这位同学跟爆料者所说的男祝贺 完全不相同 再加上这篇文章早在2月时 就曾在韩网上被讨论 因此爆料的可信度再度受到质疑 不过此次韩国艺人卷入校园霸凌事件 韩网友并没有一面倒的攻击 反而帮忙揪出问题 就有人表示 爆出这篇新闻的媒体 在韩国根本搜寻不到 说是恶意攻击也不过分 而爆料者为了让大家相信 放了毕业纪念册封面 也被认为证据不足 只是张照片不能代表什么 也有很多粉丝感谢经纪公司 坚决的立场声明 最后还呼吁酸民爆料者 不要恶意抹黑 一直这么努力的艺人